农村小哥剪石头 这几天经常切这个草花玛瑙石 但是没切出 里面有漂亮的色彩 今天又拿来两块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白皮的只是看到有表现 它这里有水晶眼 这种石头一般有水晶眼的话 它里面切开就会有那个花纹 这一块没有皮的 外表的可以看到里面的花纹 这边的话颜色很红啊 这两块都是前一段时间剪的 我们来吸一点水 因为放在这里比较干 吸水之后 这个颜色非常的香红 这边也是 这边有这个草花 可以看到一条条的 这一块可以直接当个摆件 我们重点来切这个 这种石头表皮的话 也没有太多的表现 所以也分辨不出 它里面到底怎么样 只有一刀把它切开 才能看到里面到底怎么样 好 我们就给它直接拿一刀吧 刚给它切了一刀 还留了一点点 没有直接切断 主要是给大家留一个惊喜啊 从这个小口的地方看进去 里面有点红 有点白 但是还不知道情况到底怎么样啊 好 我们现在来给它打开啊 来那位 刚才一刀下去 没谁的一瞬间啊 哇塞 有点尴尬 这里面竟然很白 而且这个列非常多 我还以为是个红色 刚才从那个小口看到这个地方 有点红 没想到里面是白色 这个水草花还是有 就是说 小列太多 然后这个颜色也不鲜艳 这个石头可以直接说 报废了 还是这种 看起来 有那种感觉啊 很红啊 然后它这些带了玛瑙汁 看起来很冰透啊 这一块 我又不舍得切 我想给它留着当一个摆件 欣赏它这种天然的纹理啊 因为石头的话 也不是说每一块都要把它切开的啊 有一些不能切的 我也是不切的 就好比刚才这种 这种你不切的话 你看这个外表 根本就看不出来啊 所以说 必须要把它切开 才能看到里面的花纹 如果你也喜欢石头 请关注小哥 感谢来收看小哥的视频啦